特斯拉最近股價連漲12天 真的有夠強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它的充電系統 即將要一統墊下了嗎 我們各位知道 北美有很多不同的充電系統 特斯拉是一種 別的品牌是一種 現在不只是通用 福特要跟特斯拉合作 用它的充電系統 就連北美大咖的充電業者 也要跟特斯拉來合作 用它的NACS接頭 美國的大咖充電業者 為什麼要向特斯拉來扣攏呢 特斯拉有沒有機會 傑民哥迎接下一個階段的 爆發性成長 我們現在要迎接Paul學校出新車 這個新車確實讓人家覺得 非常powerful 它叫做Mission X 那麼這一次 這個我們說New Birding 他們是贏過了特斯拉的車子 不過我們先談這件事 這部車子一看你就喜歡了 第一個它的高度只有1.2米 所以它燈在打開的時候 前面車頭燈在打開的時候 就好像眼睛就張開起來 然後那個燈光 直接就照滿了整個馬路上 非常亮眼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還 這次最大的特別是什麼 它後面有個Polch有沒有 當後燈開的時候 那個Polch那個字 就像一個浮雕 直接浮現在大家的視覺裡面 感覺非常亮眼 這應該要加價買吧 當然 而且你知道嗎 它是900V超大快速 快充 比目前的Taken 這個快速的速度增加兩倍 重點是它在充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嗎 它的這個Polch的E 就會突然間亮起來 是整個非常棒的一個造型 為什麼特定這個Mission S呢 因為這是G9 11 GTR GT3之後 其實是目前為止 Polch最在乎的將來是 它公路上的殺手 主力產品 如果這一次能夠成功 因為我們知道在上次的 New Berlin這次的競賽當中 原本Taken是一直贏這個Model Y的 就在最後一屆是Model Y 衝出去也是 對啊 就是讓這個 特斯拉拿下了電動車競速的冠軍 贏過了Taken 你知道Polch這一次就很難過 所以這一次要大家靠這個Mission X 來清洗這一次的 這個New Berlin之池 Shan of New Berlin 不過不重要的事情是 其實對於這個特斯拉 你有沒有超越我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股價已經往上走高 那麼最近的股價 連續12天上漲之後 直接衝到了249.83元 這仿若格式你知道 前陣子還跌到大概170塊美金 現在已經衝到了249塊 如果你從低點算起的話 這一波已經漲了130個百分點 這個NVD也不會漲1.7倍 它漲了1.3倍 非常了不起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事實上你知道馬斯克這個人 你只要跟他有一點瓜葛 他一定會去嘲笑一下 那我們知道最近最大的放空專家 叫Miller 他專門做放空機構 他非常愛放空特斯拉 對…而且他曾經嗆過一句話 他說特斯拉沒有未來 中國的BR已經起來了 你勢在綠帝往下掉 你越漲 我越空 那事實上他其實是在 腰斬的部分的時候做 就是股價在大概差不多150 160的時候就去空人家了 所以現在應該腰斬 但問題來了 這個Miller繼續不空 是Miller問題 但你知道馬斯克還特別 跑去Miller下面弄個笑臉 你虧慘 嗆他啦 對 他很得意耶 為什麼你知道昨天的大漲 其實跟特斯拉本身沒有關係 是主要美國有三大廠商 叫Blink Charge Point跟這個Try 就是很大的充電站 這三個充電設備商 他們決定 因為現在特斯拉充電系統 是開放的 決定要加入他的這個系統當中 結果你知道只光這個加入 只光說這三家公司要加入他 股價就漲了這麼多了 所以現在是加入特斯拉 別漲 就是贏家 就是漲給你看 那當然一定好奇 到底特斯拉系統是什麼 特斯拉系統就是North American Charge System 就是我們說的 屬於北美的這個 所謂的充電系統 這個是由美國公路局 他們自己設計叫CES 叫做混合式的這個 所謂充電標準 那這兩個差別是什麼地方 我簡單一句話 它的充電比較大支 這是充電筹的這個剖面 對 剖面 它比較大支 它比較小支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因為它是開放式 所以它吸引各個廠商都來 包括福斯 包括福特 包括通用 都想用CCS 結果變得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會 你用CCS你會做充電站 它知道你也會充電站 所以每個人看你 什麼時候設充電站 所以三家廠商都不做充電站 所以CCS的試占率就越來越低 可是特斯拉的時候說我是孤兒 而且美國拜登只補助CCS 沒有補助我的 所以他怎麼做你知道 每個月增加1000座的充電站 對 讓你不得不用我 全美國主要重要的這個交會口都有 你知道那個什麼 福特的執行長好像伊林 他就帶著小朋友 馬林帶著小朋友在高速公路走 結果他小朋友說 特斯拉的充電站 然後開了一段時間 特斯拉充電站 就過了開一段 特斯拉充電站 他那個福特執行長 其實快要抓狂了 好 那最後他們 這一定要合作了 他們電也沒有了 然後就是說他要充電 他的小孩子很興奮 那邊有特斯拉充電站 他說對不起 我們街頭不充 他就轉到大樓後面 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去充電 所以可以知道 特斯拉基本上把最好的點 都站住了 現在因為50萬座要出來 總共補助金額高達 1400億新台幣 所以兵家必增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 我們說NACS如果贏的話 所有的充電公司 都要往這邊去走 所以你看今天 建基股票就大漲 因為他也有做這個 NACS的系統 我們台灣所有充電公司 都要往這個方向進行 其實對台灣有利的 只要你的標準確定之後 大家就坐那邊 台灣就很厲害了 好 那我們回頭來看 到底這件事改變 對於特斯拉有什麼幫助 事實上如果大家都用 他的充電站的話 因為包括通用福特都使用 2024年的話 那基本上來說 現在大概可以賺到 在2013年可以賺30億美金的 30億美金的充電賺 就大家充完之後 他賺30億美金 其實當時特斯拉一開始 是要賺電錢的 好 那如果到2032年 全美國大概都要 一半以上電動車的話 他只光充電 不用做事情 在家裡待著 馬斯克坐在家裡面 就賺54億美金 對 這概念就是說 過去可能只有 我特斯拉充電站 只能賺特斯拉 電動車的錢 現在不只是什麼福特通用 要充電就來特斯拉充 我就坐在那邊 就收充電錢就好 你意思說 那其他人是塑膠 事實上真的其他人 是塑膠 你看我們說總天站 你看他的數量跟 全部其他的加起來 還要贏過 所有加全部加起來 還沒有他的多 那我們再說 這個所謂的1000K瓦 100K瓦 就是我們說高速 充壓100K瓦的量 它是這麼多 就是我們說 大家不想等很久 最好10分鐘充完電 這就是10分鐘充完電 可是你看其他廠商 只有這麼少 所以總格而言來看的話 不論是我說充電網 或者是高速充電來看 特斯拉確實具有 絕對競爭力 所以怪物者現在股價 持續的飆高 已經有分析師認為說 特斯拉這一波的股票 應該上看是300塊美金 好 300塊美金就有機會 挑戰之前的歷史新高 400塊的價位了 為什麼特斯拉 現在北美市場這麼重要 不只是充電站的佈局之外 它的零組件 也開始到美國的好鄰居 墨西哥設廠 傑兵哥 到墨西哥設廠 對於美國上來說 什麼樣的優勢呢 我曾經有說 就要缺什麼補什麼 你缺什麼東西補什麼 就更強對不對 現在尤其現在政治的 這個紛擾很多 就是缺什麼補什麼 好那特斯拉缺什麼 特斯拉缺第一架車 對不對 因為它現在車子 隨便都要動載100 200 300以上 它其實沒有100萬以內的車子 可是現在的發展方向就是100萬的車子 成為顯學 像他比亞迪的車子 也都在100萬台幣以內 賣得非常好 像他們這次在香港展示的車子 就是在100萬以下 得到好評 所以他缺什麼 缺低價車 那低價車要怎麼生產 其實對馬斯科來 他的眼界是比較高的 他不喜歡開那種低價的 他就越貴的車越好 所以同樣的款型的車子 你可以買到天價 那這問題回來了 如果真的低價是一個趨勢 你要直接試下去 你非這麼做不可 好 那就思考一件事 他的主戰場還是哪裡 以目前為止 不論是中國或者是歐洲跟美國 他的主戰場還是在美國 絕對是美國 那美國有這個拉丁美洲 也有北美自由貿易 加拿大墨西哥加這個美國 所以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決定在墨西哥的這個 墨西哥繼續蓋下它超級工廠 那這個真是墨西哥超級工廠 他們在墨西哥廠 那麼主要的狀況現在目前為止 先是以100輛為主 但有人去看過他的工廠規模 就是他拿了土地面積 你要說保守估計是400輛的 這個400萬輛的規模 那當然這裡面就知道 可能就是Model Q或者是Model 2 現在沒有定義 那這個部分呢 那這個如果一旦產生的話 300萬輛車是多大 你看這個上海廠也不夠110萬輛 所以300到400萬輛是上海廠的四倍 就目前最大的超級工廠 那我一件事 你現在是上海廠的工藝商 你要不要跟著去 要啊 我可以比做上海廠三倍的生意 我幹嘛不去 所以這些廠商都說一句話 如果我去 好 那我要準備很多錢 將來一定會賺錢 但是如果我不去 就幾個十億就賺不到 花花訂單就賺不到了 尷尬 那現在在中國要籌資又困難了 去還是不去 好 這件事很尷尬對不對 好 但是應該會去 這個中國供應鏈的問題一定要根據 因為他們說特斯拉的節奏非常的緊迫 如果你現在不趕快做決定的話 將來會好幾個的大訂單就沒了 就這麼簡單 那你看我們台灣快不快 快啊 鴻海馬上過去了 河塑也過去了 廣達也過去了 難怪國家這麼飆 所以大家就過去了 你知道速度根本沒有考慮了 而且這一次是這樣講 其實茂蓮是最大的贏家 所以因為茂蓮在中國 他的鄰居現在是用茂蓮 所以你去 從這樣的規模一口氣倍增 從315變成是600萬輛 那你覺得呢 這個茂蓮當然是最大的贏家 這可以關注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要去墨西哥 為什麼 答案很清楚 因為北美自由貿易區 所以你在墨西哥生產 你賣到美國的話 你免關稅 然後你到拉丁美洲又方便 因為拉丁美洲有時候 南美洲的這個 國家也很多 對 所謂的協議 所以這個情況下 特斯拉選擇在墨西哥是對的 而且將來會對特斯拉的股價 會有大幫助 好 看在魏小李來說 就要欣賞 不是自衛 對 尤其是剛剛公布的業績 這是未來 這是真的慘啊 慘啊 這次拼了 這樣兩成 打八折 拼了 而且他強調的一件事 你舊有的車 你買過未來 你沒有享受這個疊價沒關係 跟你說 你下一台車更便宜 對 你這個credit 即便你下次買我未來車 你依舊可以折讓兩到三萬元 你說這個是不是很厲害 好了 當然最搞笑的就是這個 小鹏也只是找了 找了我們的小智來 因為他們也是業績往下掉 所以他們就找誰 林志穎 叫做小鹏與小智 等等 林志穎 不是特斯拉的愛用者嗎 是啊 那就因為他很紅 而且他喜歡速度感 所以就特別來拍了這個畫面 但是拜託你這個小 這個我們說的 林志穎你也幫幫忙 你要從這個鏡子的照後鏡翻到 墨鏡反射出來 其實是一個model V model Y的這個特斯拉 幫小鹏代言 結果其實開的是特斯拉 你要說小智 你的生活是特斯拉 你的工作是小鹏 所以看出來 中國現在看到這個特斯拉 開始進崩小車的時候 他們也非常的憂慮